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7在我们成岛当中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我给一个题目叫《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其实就是第43节最后的那一节 可以说是整个诗篇的总结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成为我们的题目 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流心 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这些事上流心 就是前面陈列出来的那四种感恩的处境 也就是前面四种呈现出来的感恩的处境 就是第四节到第九节 就是四到九节 就是他们经过旷野荒凉之地 这样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经过旷野的荒凉之地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要感恩 十到十六节 第二个处境 这是第二个处境 那些本来就在死任里面被囚禁的 现在得着释放 那些本来在死因里面被囚禁的 现在得释放了 他们也都回到耶路撒冷了 他们也回到耶路撒冷了 神将他们从核制里面释放出来 神把他们从瑕制当中释放出来 他们也在这里感恩 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 然后十七到二十二节 就是讲人因为罪的缘故临近死亡 就是讲到人因为罪孽的缘故临近死亡 他们现在又回到耶路撒冷了 他们现在也回到耶路撒冷了 因为他们得着医治得着拯救 因为他们得着医治和拯救 第四个处境就是二十三至三十二节 第四个处境就是二十三到三十二节 就是那些坐船地回来的人 就是那些坐船回来的人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水手 或者是那些专业的水手 经过这些大风大浪之后 经过大风大浪之后 他们也都被神来到 赐下平安引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了 他们也被神赐下平安引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第三十二节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小的总结 三十二节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小的总结 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 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 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 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 也就是说这首诗篇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就是他们回来 现在在民的会中 大家一起来赞美耶和华 你带着你的故事 带着你的经验 我带着我的故事 我的经验 我也带着我的故事 我的经验 有人从西面 从南面而来 有人从西面 南面而来 有人从北面 从东面而来 有人从北面 东面而来 我们都回到耶路撒冷了 我们一起来守节 我们一起来守节 我们就在这个大会的节旗里面 我们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 我们来感恩 我们就在这个大会的节旗里面 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 来聚集 来感恩 在民众的会中来尊崇耶和华 在民众在会中来尊崇耶和华 这是第一点 他们一起尊崇的时候 他们就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他们一起来尊崇的时候 他们就一起来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第二点要讲的就是 其实107是接着106 我们第二点要讲的 其实107是接着106的 如果你还记得106呢 其实它和107第一节是相同的 如果你还记得106的话呢 你就发现106跟107第一节是相同的 基本上相同的 基本上相同 106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清谢耶和华 106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谢耶和华 因祂本为善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我们再看107的第一节 那我们再看107的第一节 你们要清谢耶和华 因祂本为善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祂本为善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两首诗其实都是要赞美 要称谢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 祂本来就是好神 因为耶和华 祂本来就是好神 本为善 God is good Good God 祂本来就是美善的神 祂本来就是美善的神 这是关于神自己的美善 这是关于神自己的美善 但是这个美善用在百姓的身上 可是这个美善用在百姓的身上 就是祂对人的慈爱 就成了祂对人的慈爱 是永远长存的慈爱 是永远长存的慈爱 然后这个永远长存的慈爱 在106篇 这个永远长存的慈爱 在106篇 祂所用的 清谢的手法 和107就不同了 祂所用的称谢的手法 跟107就不一样了 106就是 从祖宗的罪 一直认到今天的罪 106就是从祖宗的罪 一直认到今天的罪 但是耶和华呢 就在这些以色列的罪当中 显出他从来没有放弃的慈爱 可是耶和华就在他这些罪当中显出 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慈爱 历史显出以色列人的罪 是怎么样 好像条河一样流下来 历史显出以色列人的罪 怎么样好像河流一样的流下来 耶和华的慈爱就是 同样在这条河流那里在涌流 那耶和华的慈爱也同样在这个河流里面去涌流 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undercurrent 是一个河的叫做底层的水流 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undercurrent 就是河里面底层的水流 在河的上面我们只是看到以色列的罪 在河的上面我们只看到以色列的罪 整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犯罪的历史 整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犯罪的历史 但是在这个水流的底层我们就看到 整个民族犯罪的历史 就是耶和华救恩的历史 可是在这个河的底层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整个民族犯罪的历史 下面就是一个救恩的历史 所以从祖宗的罪认到今天我们都回来了 所以从祖宗的罪一直认到今天我们都回来了 因为各民的罪的缘故我们被老我们分散 我们一日各民的罪我们就被分散了 那现在我们回来了 可是现在我们回来了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做什么呢 能回来是不是就要感恩呢 我们应该被罪所消灭了 我们本来应该是被罪所消灭的 但是我们能够回来我们感恩 感恩什么呢 感恩什么呢 如此深重 但耶和华的慈爱竟然是这样托着我们 这个顽固的民族如此的罪孽深重 可是耶和华却是这样的拖着我们 你可以说看106篇整个的历史 你可以回看106篇的整个的历史 就是一个犯罪的历史 就是一个犯罪的历史 就是整个民族在历史里面 就是整个民族在历史里面 大家听清楚这句 大家听清楚这句 一个功课都学不到 是一个功课也学不到 连一个功课都学不到 连一个功课也没学到 是不是很令人失望 是不是很让人失望 帮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也是 可是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也是 在我们整个 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 去到我们今天坐在耶和华的面前 我们人生学了多少的功课 原来那些学不到的功课是不断重复的 原来那些学不到的功课是不断重复的 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如何开始 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怎么开始的 从这个源头一直下来 水流是一样的 从这个源头一直下来 那个水流是一样的 发展是一样的 发展是一样的 民族的性格就是这样 民族的个性就是这样 是亡梗的 是被逆神的 他们不明白不纪念 他们不明白不敬意 他们也不满神 他们也不理神 不满 不满神 经常的来到埋怨 经常的埋怨 但是神是怎么对待他们呢 神是一直用他 永不放弃的慈爱 来持守着这个民族 神是用他永不放弃的慈爱 去持守着这个民族 那我们是不是当要来赞美他 再称谢他呢 那这个就是106了 这个就是106 但我们留意106 其实是卷4的结束 可是我们注意106 其实是卷4的结束 诗篇分成五卷 第四卷就是106结束 第四卷在106结束 我们已经见到原来 去到卷4 已经离开大位的年代 很远了 我们看到来到卷4的时候 其实已经离开了大卫的年代 很久了 已经来到这个秘鲁回归的年代 已经来到 秘鲁回归的年代 所以在卷4已经很少大卫的诗 所以在卷4已经很少大卫的诗 卷1卷2是主要的大卫诗篇的部分 卷1卷2就是主要的大卫诗篇的部分 卷3是利美人的诗篇 应该还在王国的历史里面 他们怎么来到敬拜神 应该还是在王国的历史当中 他们怎么敬拜神 去到卷4已经是一个 被弩和回归之后的诗篇 卷4已经是在一个被弩和回归之后的诗篇 是一个新的诗集 是一个新的诗集 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经验里面 一个新的一页 是在民族历史当中的经验的一个新的一页 他们又被神击打 他们又被神击打 被好好管教 被奴于外邦 被奴于外邦 但是最终他们回来了 他们在神的面前来感恩 他们在神的面前来感恩 好 去到卷5 好 我们来到卷5 诗篇107 诗篇107 又是一首感恩诗 又是一首感恩诗 不过这个感恩的策略 和106的感恩策略是很不同 不过这个感恩的策略 跟106的感恩策略很不一样 106的感恩就是 成栋犯罪的历史 养出来给大家看 106的感恩的方法 就是把一栋犯罪的历史 都打开给你看 然后就看到耶和华的慈爱 如何托着我们 然后就看到耶和华的慈爱 怎么去拖着我们 107呢 107呢 感恩就是 大家都从秘鲁之地回来了 这个感恩就是 大家都从秘鲁之地回来了 从南 从北 从东 从西 从南 从北 从东 从西 以色列人被分散于列邦 以色列人本来被分散在列邦 但是因为这个古列 波斯王的御子 他们都得以回归了 可是因为这个古列 波斯王的御子 他们就得以回归了 他们一波一波地 回到来重建耶路撒冷 他们就一波一波地回来 重建耶路撒冷 他们要重建祭坛 他们要重建祭坛 你知道重建祭坛 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重建祭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秘鲁那么多年 他们没有祭坛可以在神面前献犯祭来认罪 他们没有祭坛可以在神面前献犯祭来认罪 现在可以重建祭坛 这个是第一波最重要的 这是第一波最重要的 就是为整个民族的历史来认罪 就是为整个民族的历史来认罪 我们都回来了 我们也回来了 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破碎的民族了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破碎的民族了 当然还有人还没回归的 还没被招罪的 当然还有人还没回归的 还没有被遭遇的 他们在一个过程当中建完了祭坛了 他们就要建圣殿 祭坛主要是来到献祭来认罪 祭坛主要就是用来献祭和认罪 去到建造圣殿 他们就要来到敬拜 到建了圣殿的时候 他们就要来敬拜 他们要来感恩 所以107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107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大家带着不同的故事 带着不同的经验 回到耶和华的面前 大家带着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经验 回到耶和华的面前 他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来敬拜 他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来敬拜 他们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那这次是怎样思想呢 那这次怎么思想呢 就是你从哪里来 就是你是从哪里来 你带着什么样的经验 你带着什么样的经验 就讲你的故事出来 就讲你自己的故事出来吧 当然在这个众民的会中 当然在这个众民的会中 这个故事应该不止四个的 这故事不止四个的 应该是很多的故事的 应该是很多的故事 好像611 每个星期都有见证的 就好像611 每个星期都有见证 那你可以将611的见证分成 好像这里四大类 你可以把611的见证分成 好像这边的四大类一样 611最出名的见证是哪一类呢 那611最有名的见证是哪一类呢 夫妻关系破裂 从婚姻的天堂 去到接近地狱的边缘 从婚姻的天堂 去到接近地狱的边缘 来到夫妻营 来了夫妻营 夫妻日营 他们被救赎 他们被救赎 这是第一个类别 我们经常听到这一类 我们经常听到这一类 对不对 第二就是医治释放营的感恩 第二就是医治释放营的感恩 被各样的核制 被各样的瑕疵 各样的病 有各样的病 灵里面的核制 灵里面的瑕疵 或者是一些隐僻的核制 或者一些隐僻的瑕疵 看到那些人站上来分享见证 看到那些人站出来分享见证 神怎么样来到 将他们从这些核制里面释放出来 神怎么样把他们从这些瑕疵当中释放出来 第三类是什么呢 第三类是什么呢 第四类是什么呢 第四类又是什么呢 比如我举一类 很多是传统教会来的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是从传统教会来的 信仰变成老油条 变成了咸鱼的了 信仰本来已经是老油条 变成了咸鱼了 来到六月一踏进来 你这间教会就开始流眼泪了 来到六月一踏进这个教会 就开始流眼泪 差不多每一堂聚会都在哭的 差不多每一堂的聚会都在哭 我们叫这些做咸鱼翻身 以前呢 就去真崇拜都在睡觉的 以前呢 每次到崇拜都是在睡觉 觉得很疲累的 觉得很疲累 现在呢 就觉得整个信仰是活生生的 现在就觉得整个信仰是活生生的 上完一个课程又上一个课程 上完一个课程又上一个课程 属灵胃口是大开的 属灵的胃口大开 整个人是不断渴慕不断追求 整个人是不断的渴慕不断的追求 你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吗 也有这一类 也有一些同性恋的 怎样被神挽回过来 其实这一类最重要都是得着牧养 带来生命的改变 从属灵的父亲母亲里面 重新得着那些失去了童年成长的 父爱和母爱 重新得着童年成长里面 失落的父爱母爱 变成性格发展的扭曲 这个就变成了性格发展的扭曲 对某些东西极度的厌恶 害怕 对某些东西极度的厌恶或者是害怕 对异性有些很严重的抗拒 对异性也有一些严重的抗拒 但是来到被牧养之后 可是来到这里被牧养以后呢 生命就改变了 原来妈妈是这么好的 原来宿灵的父亲是这么好的 原来属灵的父亲是这么好的 就不再抗拒男性或者女性 原来神是可以这样拥抱我接纳我的 原来神是可以这样来拥抱接纳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了 当然611还有很多类别的这样的见证 在107我们说有四种类别列了出来 在107我们说有四种类别这样列出来了 讲起医治释放 其实很多都是从父爱母爱的缺乏里面来得着医治 讲起医治释放 其实很多人都是从父爱母爱的缺乏里面得着医治 所以是有代父和代母来拥抱我们 所以有代父代母来拥抱我们 我们不再做孤儿 我们就不再当孤儿 忽然之间 比如你在三岁或者五岁有这些 伤害性的童年经验 忽然之间可能你在三岁五岁的时候 有这样伤害性的童年经验 或者是母腹里面已经有这些伤害性的经验 甚至是在母腹里面已经有这样伤害性的经验 那我们整个人的成长就停留在三岁或者五岁 那我们整个人的成长就停留在三岁或者五岁 或者对某些事物的反应停留在母腹的阶段 或者对某些事情的反应就停留在母腹的阶段 自我价值也有很强烈的否定 但是透过代父代母 可是透过这些代父代母 经历天父的慈爱 经历天父的慈爱 这个四十岁的大人那种三岁的小孩子的心理反应 就开始这种的核子就被解除 这个四十岁的大人可是带着一个三岁的反应 那这种的模式就开始被改变 他就从三岁长班到一个四十岁的成人 应该有的健康的反应 他就从三岁成长回一个四十岁的人 应该有了健康的反应 否则他的心思像三岁 反应像三岁一样 否则他的心思像三岁 反应像三岁一样 他的心理年龄一直没有成长过 他里面的心理年龄其实没有成长过 外面已经去到四十岁人了 外面已经到四十岁人了 这些都是要被得着医治 那这些都是要被得着医治的 我们简单看这四类在107的经文 那我们简单来看这四类在107的经文里面 第一类是经过抗野这样回来的 他们又激又渴心里发昏 第六节是关键性的 就是又无水无粮当中 在苦难里来埃求耶和华 就是他们在没有水无粮当中 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 神就将他们从祸患中搭救他们 神就把他们从祸患当中打救他们 不再在抗野里面兜兜转转了 不再在抗野当中兜兜转转了 使他们走过直路 到这个可居住的诚意 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 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 那这些对我们来说 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 就是在抗野里面打转的人 就是在抗野里面打转的人 有一些人由第一次失恋 就开始在感情的抗野里面打转了 有一些人可能从第一次的失恋 就在感情的抗野当中打转 有些人在中年失业 就开始在这种无业的状态里面来打转了 有些人中年失业 就在这种无业的状态当中 就开始打转 可能他觉得自己命运不好 可能他觉得自己命运不好 但是从来没有反应 就是摸到我这个人的性格 怎么造成我这样的制愈 可是他就从来没有反省 就是我这个人的个性 怎么去造成今天的这个际遇 有些人在婚姻里面越走越抗野 有的人在婚姻里面越走越抗野 也都不认识自己在婚姻里面的角色 也不认识自己在婚姻里面的角色 只是不断地埋怨配偶 大家知道在抗野里面 一个最指标性的行为反应就是埋怨 大家知道在抗野里面 一个最指标性的行为反应就是埋怨 当我发觉我不断地埋怨人 不断地埋怨神 其实我就在一个抗野当中 其实我就是落在一个抗野当中 我走不出来 但是诗人说他们在苦难当中 来到埃求耶和华 可是诗人说他们在苦难当中 哀求耶和华 神就在祸患里面搭救他们 神就在祸患当中搭救他们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关键性的转变了 这个我们就叫它做关键性的转变 每一个读过学房的人 写见证都要讲得出这个关键性的转变是如何的 每一个人念过学房的人 都要写得出来这个关键性的转变是怎么来的 在哪里 但是当然神救了他之后 当然当神救他以后 他还要读大量的针研 读大量的诗篇 他还要念大量的针研 大量的诗篇 读回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 回去去读以色列的民族历史 他才反省到原来我是这样的人 他才可以反省得到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落到这样的下场 落到这样的下场 否则性格没有改变到 否则那个个性没有改变 神只是将他从某个处境里面拯救出来 神只是把他从某一个处境当中拯救出来 他其实仍然是那个人 他其实仍然是那个人 以前的遭遇会继续重复回来 611的电影节目我就想问了 所以611的弟兄姐妹我就想问 我们怎样可以脱离这种既被拯救 又不再重复循环于旧时的模式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既被拯救 但是又不会重复到旧日的这种行为模式的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方法 对吗 就是要大量的读经 就是要大量的读经 用神的话语来改造我们过往的思维方式 让神的话语来改造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是这个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都是要做的 可是是要做的 第二样比较好很多的就是你来回神头 第二样比较好很多的 容易很多的就是你来承导 因为神的话语突然之间就介入 因为神的话语会突然的介入 你今次回神头 今次回主崇 突然之间的话语就好像一把利剑一样 去否开我们这些灵里面的幽闷的地方 或者你来祖宗或者你来承导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突然间就好像一个利剑一样 就浮开你里面 灵里面的这些心思这些意念 但是第三样呢 我觉得又是非常之好的 第三样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要接受被牧养 就是要接受要被牧养 就是在牧养的过程 我的性格被调整 就是在牧养的过程当中 我的个性被调整 不然的话 我也是重复走回以前的旧路 虽然神拯救了我们 但是这个心思意念 未被改换一生 可是这个心思意念 没有被改换一新 所以我们去带小组 也都不是单单去陪伴一个人 也不是单单去陪伴一个人 是要帮助他面对他自己的性格 是要帮助他面对他自己的个性 让他可以重新的来到发展 向着神的心意来走一条更丰盛 更健康的路 向着神的心意走一条更丰盛的 更正直的道路 第十节至第十六节 十到十六节 这些在黑暗被困的人 那这些在黑暗当中被困的人 十一节说他们违背神的话 藐视至高者 十一节说他们违背神的话 藐视至高者 他们落在黑暗当中 第十二节的解释就是 神是用劳苦来自伏他们的心 原来神会出手的 原来神是会出手的 虽然我们说很多苦难 我们不能够去解释 虽然我们说很多的苦难 我们不能解释 我们也不能够代神去解释 我们也不能代替神来解释 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那里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去排除这个可能性 可是我们一定不要去排除这个可能性 就是神要去炼净这个人 就是说神要去炼净这个人 透过这些环境这些经历 透过这些环境这些经历 要做什么呢 制服他们的心 制服他们的心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是你的领受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是你的领受 你落在这个处境 你落在你的处境 其实是神在炼净你 其实是神在炼净你 让这些环境来压迫你 让这些环境来压迫你 就好像那个头像去捏那个泥土一样 就好像那个头像去捏那个头土一样 不单只要把杂质要拿走 不单只要把杂质拿走 有些地方要捏得大力一点 有些地方有时候要捏得比较大力 要为这个陶器来扫营 要为这个陶器来塑形 有些地方要拉的 有些地方要捏的 有些地方要拉 有些地方要捏 那神现在是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呢 那神是不是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呢 十三节他们就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又是一个关键性 我们不知道祈祷到什么时候 神会这样来出手 我们不知道祷告到什么时候 神才会出手 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个是即时的经验 对某些人来说 这是即时的经验 另外一些人是一个 很磨人的经验 另外一些人确实是一个 很磨人的经历 但是神总会将他们 从祸患中拯救出来 可是神总会把他们 从祸患当中拯救出来 我们回来十二节 我们回来十二节 就是神觉得要自负这个人的心呢 就是神觉得要自负这个人的心呢 这个时候到了 这个时候到了 神就可以收手了 神就可以收手了 所以继续祈祷 所以要继续祷告 继续让神 明白神在生命里面 这个逃走的心意 要明白神在这个逃走的过程当中的心意 时间到神就会截断他们的捆锁 时间到神就会遮断他们的捆锁 好 那我们就见到 愿人因为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所有人的歧视都称赞他 所以我们就看见 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都称赞他 其实是重复第八节的 其实是重复第八节 能够经历这个这么关键性的转变 可以经历这么关键性的转变 我们见到两样东西 我们就看到两样事情 一个就是神的奇妙 一个就是神的奇妙 哇 这样也可以的 所以我们听到台上的见证 所以我们听到台上的见证 对于不是611的人来说 觉得有没有吹水的 真不真的 这样都可以的 对于不是611的人 可能会说有没有夸大了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真实的吗 但如果我们这样去看 可是如果我们这样看 就看不出神的奇妙 就看不出神的奇妙 就在我们的信仰思维里面 那就在我们信仰的思维里面 神是一个不能够做神职的神 神就是一个不能做神迹的神 一点奇妙都没有 一点奇妙也没有 这个是我给所有听到的人一个挑战 所以这个是我给所有听到的人的一个挑战 一个不能够行神职的神 一个不能行神职的神 还算是神吗 不能行神职的神 还算是神吗 神就是奇妙的 神就是奇妙的 另外就是神是kindness的 另外就是神是kindness的 就是耶和华的慈爱 就是耶和华的慈爱 loving kindness the loving kindness 他对我们就是这样 好 第三个处境 第三个处境 因为人的罪业来受苦楚 是因为人的罪孽就受苦楚 他的生命落到极低之处 第十八节说 他们厌恶各样食物 临近死门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字眼说 这个类别最似 就是那些 去到抑郁状态的人 这个类别最像是 到这个忧郁症里面的 那里有很多忧郁症 被医治释放的人 六一有很多忧郁症 被医治释放的人 他们哀求耶和华 神就拯救了他们 医治他们 好 在这一段特别提到 他们就以感谢为制献给他 欢呼述说他的作为 这一段里面就特别提到 他们以感谢为祭 献给他欢呼诉说他的作为 对于一个有忧郁的人 能够欢呼述说神的作为 一点都不简单 对于一个忧郁的人 他能够欢呼诉说他的作为 是一点也不简单的 因为欢呼和忧郁是两个极端的对比 因为欢呼和忧郁是两个极端的对比 但是经历了这样的释放 人就可以欢呼 人就可以欢呼 其实我来到六一一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有忧郁症的 其实我来六一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自己有忧郁症 我只是知道我的整个面容 两边的嘴角是跌下来的 我只知道我整张脸 就是两边的嘴角永远是下垂的 但是在六一一 我觉得我个人是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喜乐 可是来了六一以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是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喜乐 神可以使我们欢呼 我也很羡慕在六一一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这样的开怀大笑 你也要求神给你这样的恩典 有一天你可以大声笑出来 好 二十三至三十二节 二十三到三十二节 这些讲在水里面 在海坐船的经验 我们这里就讲到在海里面坐船的经验 或者是约拿那一类的经验 或者说是约拿那一类的经历 大风大浪当中 在大风大浪当中 他们哀求耶和 他们哀求耶和 好像耶稣的门徒来呼喊主救我 就好像耶稣的门徒这样呼喊耶稣救我 就将他们从这个人完全无助的处境拯救出来 然后神就把他们从这个人完全无助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 在大风大浪里面 多么有本事的人都会发现自己很渺小很无助 无法抵抗风浪 没办法抵抗风浪 但是神都可以来听他们的祈祷 平静风浪 可是神还是可以听他们的祷告 平静风浪 第三十节风浪指示他们就欢喜了 三十节风浪指示他们就欢喜 他们就上岸了 他们就上岸了 现在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 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但愿人恩与我话的耻爱 我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他们就在会中来感恩 他们就在会中来感恩 如果以色列没有这些节旗 如果以色列没有这些节旗 就没有了这个称赞的场合 就没有了这个称赞的场合 的会里面来赞美他 就在民众在那个会中来赞美他 好 33节到36节 好 33到36节 特别33和35是调转的 特别33跟35是倒过来的 他是可以使江河变为旷野 他是可以使江河变为旷野 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 叫水泉变成干渴之地 第35节 35节 他使旷野变为水泰 叫寒地变为水泉 那么你要讲什么呢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可以reverse 我们的fortune 就是神是可以reverse our fortune 就是将我们的命运 完全扭转 就是把我们的命运 完全的扭转 对于骄傲的人来说 对于骄傲的人来说 他以为他活在水泉里面 祝福你源源临到 但神可以将水泉变为旷野 可是神可以把水泉变为旷野 因为神要制服他的心 因为神要制服他的心 对于那些谦卑的人 可是对那些谦卑的人 落到非常之低微的地步 落到非常低微的地步 或者人生就在旷野里面来打转的呢 或者人生就在旷野当中打转的呢 神可以叫旷野成为水泉 神可以叫旷野成为水泉 让祝福你再一次临到 这些呼吸耶和华的生命 让祝福再一次领到这些呼吸耶和华的生命 使他们有田可以种 让他们有田可以种 38节 又使他们生养众多 第41节 叫穷佛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 使他的家属多如养群 政治人看见就欢喜 罪孽之辈也必塞口无言 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 或者这个世界在宣告 他们的权势里面是没有神的 或者这个世界在宣告 在他们的权势里面是没有神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宣告 可是今天我们要宣告 这个世界是有神的 这个世界是有神的 叫卑下的来到被提升 叫卑下的可以被提升 从这些故事里面 那从这些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自己是骄傲的 还是谦卑的人 我们看到自己是骄傲的 还是谦卑的人 我们有没有这些扭转性的经验 我们有没有这些扭转性的经验 就是神听了我们的祈祷 将我们来到拯救出来 就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把我们拯救出来 第43节就是最后的结论 凡有智慧的要在这些事情上留心 要留心这些事 我们生命的故事 很快会被忘记 我们生命的故事 很快就会被忘记 但耶和华的恩典 是要永远长存 可是耶和华的恩典 确实要永远长存 我们要反反复复 来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我们要反反复复 来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认罪是一种犹打 认罪是一种犹打 清谢也是一种犹打 称谢也是一种犹打 就是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就是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去称谢祂 去称谢祂 因为祂的慈爱是永远长存 因为祂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顶华华 你和我的生命里面 都有这个字在我们的头上 所以基督姐妹 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 都有这个字在我们的头上 耶和华的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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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赞美主 我们来赞美主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